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时间越来越久 却感觉着距离越来越远 为什么你永远不想着努力进去一点 争取改变咱们的生活现状 我就是一个开货车的司机 没什么本事 也没什么想法 就想踏踏实实地把日子过好 又有什么错 我希望靠自己大拼出未来 你就不断地给我阻力 甚至还想让孩子们也重步咱俩的后尘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的事 就要逼着孩子们做到 你规划的人生 也许根本不是孩子们想要的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刘先生 四十四岁来自河北 货车司机 刘女士 四十一岁来自河北 销售讲师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二十年了是吧 对 有几个娃 两个 男孩女孩 一二一个 今天谁要来的呀 今天是我要来的 主要是我们两个结婚二十多年了 然后我现在我发现 我跟她价值观上面 还有对子女教育上 有很大的分歧 同时我觉得她这个人情商特别低 而且说话特别横 我觉得我真的是 现在每天特别不开心 很压抑 怎么不开心 怎么压抑了 比如说吧 在之前我们分开过一段时间 不是真的分开 就是说我在唐山 她在老家 我们俩呢各自打拼 最近这段时间呀 我在唐山已经站稳脚了 一地生活三年的时间了 我感觉这是时候到一起了 所以呢我让她过来 她还是不想过来 还是喜欢那个舒适圈 不想离开那块 然后我就说你过来吧 你尝试一下 万一你要是喜欢这里了呢 然后好不容易就把她说到过来了 那过来了以后呢 然后我俩就生活了将近一个多月 我发现真的是 我们哪儿哪儿都不对劲 很难融合到一起 你们之前等于 两地分居三年是这个意思吧 对 分居三年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原来呀 我们两个在我们老家那块 然后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发展了 我这人吧 不愿意去选择安逸 我想着去打拼一下 然后我就把她叫到唐山 然后我俩就开了一家餐饮店 但是呢 由于又经营不善 然后就倒闭了 倒闭之后 然后她就老拿这件事老提 老是把这个事放在嘴边上 真的是让我 然后呢 然后就此我俩就分开了 等于夫妻两个人一起 从家乡到了唐山去开饭馆 是这意思吧 对 饭馆开败了 夫妻之间达不成共识 丈夫就回家挣钱 对 带娃 妻子就留在唐山继续发展 是这意思吗 对 现在妻子觉得 自己在唐山站稳了脚跟 让丈夫过来 结果发现这一过来 不是那么意思了 是 就是他吧 让我过来 分居这么三年了 我也不适应这个市里的环境 我这人本身都是嘴笨嘛 人生地不熟的 不如带老家好一点 我现在就是把他给叫到唐山来 然后跟我生活了这么一段时间 我发现我俩真的很难地相处下去 咋就相处不了了呢 咱就就情商低这块说吧 结婚这么多年了 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什么礼物 这块我不争她 但是最基本的 我也是个女人 有时候我也喜欢浪漫呀 比如说她来了 我们两个吃过饭去楼下走走 然后就想牵着手往前走 她就会很不耐烦地 把我手扒了一边去 这么多年了 你还知不到我的性格吗 我就不喜欢别人牵我的手 我抖道也不太自然这样 我又不是其他人 你有啥不自在的呢 我就怕呀 让朋友看着 咱上我的浑身的不自在 不是你有啥不自在 这是你老婆吧 是了 我老婆 这你有啥不自在的 我脚着有点浑身不自在 咱这事过去行吧 我早上起来了 心情挺好的 穿一件衣服了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好看不 然后我就说 衣服挺好看 但穿你身上就埋她了 根本就是嘛 你天天得买那么多衣服 土里的 柜里的 全是你的衣服 咱们多大了 没有必要说 买那么多衣服了呀 但是你必须要理解我呀 我现在做的是一份 销售的工作 形象非常重要 所以我有自己件衣服 一点都不过分 有个四五件 换的不就可以吗 为啥天天老买呀 还用我天天说你吗 说你美呀 好看哪 太假了呀呀 等等等等 我问一下 那她道理美不美呀 美 好不好看呀 好看 这话假不假呀 但是懂让我说 就也有点假了 偶尔说一下还行吧 老让我说 肯定你了吧 在日常生活中 真的特别轴 然后吃饭也是老挑我 我这上一天班 然后我做完饭 她还说我做饭不好吃 那我给你做熟了就行了呗 你还挑三拣四的 你做的饭就是不好吃嘛 该咸的不咸 该淡的不淡 那菜真的没法吃上我 哥们儿 谁做的饭好吃 要我说呀 他不如我做的好吃 那你为啥自己不做呀 我没有时间呢 那你这三年 在哪吃的饭呀 查出问题的 我爹妈 哦 爹妈给做的饭 对 我们也所以来媳妇 就是挑北 是这意思吧 对 你较这劲的夫妻两口子 就为这点事呀 关键是啊 这三年一来 她带着儿子回去了 然后我带着闺女 留在唐山 然后呢 我这段时间呀 我也攒了一些钱 然后我呀 是想把这个房子 给固定上 因为我看到了 一个特别好的地段 就在唐山买房是不是 对 我觉得房子特别好 安居乐业嘛 总得先要有个房子 有个落脚的地方 我就欠他 我说你把老家的房子 给卖了 然后你过来 咱俩一起住 然后他就不同意 我肯定是不同意买房 为啥呢 在哪个人生地不熟的 还不如老家好呢 老家倒有几个哥们 朋友的 在一起喝喝酒啥的 打打牌 都挺好的嘛 为啥非得搬到 唐山市里来住啊 再说了 万一混不下去 我回老家 还有个落脚的之地 也不能卖老家的房啊 那你干嘛 老想着不好的地方呢 现在我的经济条件 已经完全允许 咱们在唐山落脚了呀 反正我就是 不愿意卖老家的房 我也不愿意 上唐山市里去住 我不喜欢那种生活 你愿意跟他回去吗 我不想回去 行 我听明白的 第一个大冲突大矛盾 是关于未来 我们俩不在一个调调上 还有别的吗 然后就是孩子放面了 女儿学习成绩非常好 然后现在呀 我想去把他送出国留学 然后他就死活不同意 不是读大学了还是 就是高二马上就大学 我特别希望 能够让他深造 然后回来 能够改变他的一生 女儿自己什么想法呀 女儿也非常愿意 但是我的钱 就是只能就是说 一部分我还是需要 他一点点支持的 他当爹子当然应该支持了 对 就他这点 他就死活不同意 我为啥不支持他 你不知道啊 咱家的生活条件 那需要多少的钱呢 那您这要挪着 可就不好了 但是他只要 掏出一点点来 我现在基本的收入 已经完全可以满足孩子了 你就哪怕掏出一点点 咱们辛苦个三四年 就把孩子供出来了 再说外国有啥好的呀 在那边人生地不熟的 有啥去的呀 但是王姐家孩子就去了呀 人家婚的现在挺好的呀 咱跟人家可以比吗 人家老公是老板 我是啥呀 我只是个开货车的司机 我也没钱供他呀 现在的教育就是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我希望孩子有更好的将来 我愿意让他去 行 这就算对于孩子的未来 也不在一个思想固定了 对 关键是儿子这块 儿子跟着他 还没上完初中呢 人家就把他给规划好了 说上个班什么 学点技术 他不学习 我有啥办法呀 我硬逼着他 他也不学呀 只有让他小点技术啥的呀 以后他可以混口饭吃啊 你让再逼着他去 他也不学呀 你得 那你这当爹的是干啥的呀 我也老说他在家呀 他就是不听啊 我现在胆弄啊 我现在的工作也很稳定 有着自己的小团队 然后收入也稳定 我完全可以让你们过来了 可是我真的不喜欢那种 市里的生活 给我压力太大了 我不喜欢去 就是你已经不太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了 是这意思吗 对 我觉得啊 我现在目前的生活挺安逸的 也挺好的 开个车也挣点钱 不是 你去市里住 不是一样可以开车挣钱吗 但是我不喜欢市里那种生活 都是跟陌生人打交道 我不喜欢那种 在家 我总归亲戚朋友都在老家 那老婆不是在吗 他那圈子我都人都不认得 我自己不能老跟着他一起待着呀 那你 你不跟他一起待着 你跟谁一起待着呀 不是 就是我出去的时候 工作的时候 我不能说还得累了 我老婆去呀 都是我得自己出去呀 我在老家的时候 全是朋友们 哥们们 所以您是也不想回去 对吧 对 我不想回去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啥呀 他对我母亲说话态度 特别僵硬 因为我母亲 他精神上有问题 精神有障碍问题 所以呢 我就是母亲一直跟我们一起住 我特别希望他对我母亲的说话态度 有点转变 然后你每次都什么样啊 动不动就摔脸子 现在你妈这种程度 你自己看看 她能行吗 但是你不知道吗 我跟她好好说她能听懂吗 但是你不知道吗 在我老爷临终前 我老爷就跟我说了 你妈得的这病就是招招反的病 你必须好好照顾她 是你答应我的 照顾我一生 让我妈跟咱们过一辈子 为啥你现在你又嫌弃她呢 但是她的一种情况 真的不许在咱们这待着 就拿她做饭吧 饭端上去了 但是啊 火没有关 你说咱们住楼房 万一着火咋办呢 那你就不能好好说吗 我跟她好好说 她能听懂吗 不是老太太现在跟谁住啊 说了半年 在跟我住 这三年不都跟你住吗 没有 在老家 是我照顾她的 然后最近搬到这里来了 等于你在唐山市里打拼的时候 我跟女儿一起 她跟老家 跟丈母娘那么生活在一起 我没有 都是我天天照顾她的 我每次都去 人家照顾了三年 你还怎么着啊 但是她这样说话僵硬的态度 我真的受不了 所以你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 是吧 是 那您觉得呢 我觉得呀 最近在这三年 她变得化得很大 穿这全是名牌 真的跟我不适合有点 这穿名牌没什么呀 人自己挣了钱呀 她经常说我物质 我觉得她这个人呢 确实是特别的物质 建筑一个人就叫美女啥的帅哥 这选择多假呀 我真的有点看不惯 因为我工作每天压力特别大 我真的希望我到家有个温暖的家 我希望她说话稍微有所改变 两个人在这里慢慢闯的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管政啊 我就是不愿意到市里这种生活 我不愿意去 行 听明白了 听老师们分析吧 一起记住 求比特文卷 其实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都可以理解 那么当两个价值观 开始冲突的时候 很多人会下判断 你的价值观更高一点 他的价值观更低一点 其实不是的 如果你也这样想的话 我觉得你也错了 价值观没有好坏高低之分 就相当于一个人爱喝豆浆 一个人爱喝咖啡一样 你们说的不是同样东西 不代表你们谁对谁错 谁好谁坏 我觉得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根本就不是 两个人要不要生活在一起 你们最需要考虑问题 恰恰是孩子的问题 孩子的这件事情上面 我给两位的建议是什么 就是我们可以去影响孩子 就用我们的价值观 去影响孩子 但不要强加于孩子 就不要告诉他 我一定是对的 你要听我的 你读完初中之后 你就给我去学一门技术 这叫强加 你可以影响他 但不要强加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 给孩子相等的机会 让他做自由的选择 女儿我有条件 如果你能考得上 国外的奖学金的话 你可以出国留学 但不是强送他出去 包括儿子也是 告诉他 唐山这边的高中 只要你愿意 是可以来读的 哪怕是你高中考不上 来读个职高 也是可以来读的 要给孩子们一个 改变自己人生的机会 不要因为自己 走不出那个圈子 你就去强行影响他 也要给别人足够的尊重 不要说 你必须要跟着我来 看清楚 自己的生活的现状 足够的尊重孩子的选择 这是我给你们的意见 谢谢 刘先生 刘女士 你们好啊 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 就是变化 人都在变 你们分开三年 三年完全分居 还在两个地方分居 一个人带儿子 一个人带女儿 最重要的就是 两个人现在 好像似乎都没有 想要妥协的心 你们想没想过 我要让对方变的同时 我自己能为对方改变什么呢 这就叫妥协嘛 就跟谈判一样 你让一步 我也让一步 那我们这才能谈得下去 如果我一点都不让 那你说这 有什么可谈的必要呢 然后我想跟女方 说的一点是什么 确实您在这三年当中 可能用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然后得到了一些 小小的成功 你刚才提到 你说那个谁谁谁家的孩子 出国了 我觉得你现在有一点点 是虚荣心在作祟 我觉得我有能力 让女儿出国 你看那谁家 那孩子不也去了吗 我女儿也得去 而且再一看 你看我带着女儿 女儿就学习特别好 你看你带儿子 儿子初中上完都不想上了 所以我觉得您 也是有一点虚荣心 你说让女儿出国 可是女儿出国 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大学要念几年 念完还继续再读吗 你算过这之后 所有的费用吗 你觉得这些年 一直不会变 你一直能这样挣钱吗 但是你这样挣钱 你不还得需要 先支援一些吗 但是有的压力 才有动力啊 只要他学习回来 他的一生都会改变的 你怎么知道外面好啊 你去过吗 你只是看到了 人家好的那一面 你没有看到不好的那一面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最重要现在的问题 就是考虑清楚 是否愿意妥协 如果谁都不愿意妥协 只想要让对方 为自己来改变的话 那基本上没有 再继续谈判的必要了 好 谢谢 我特别关心 你们两个唐山 然后老家 这个距离是多远啊 一百里地不远 一百里地 那就五十公里是吧 对 如果开车的话 一个小时也到了是吧 对 到了 那我个人觉得 目前可以这么来干 你们就做周末夫妻 因为你们目前 在你们不同的环境状态下 差异越来越大了 非得生生地 一下子凑在一块啊 天天得吵架 都挺别扭 这个看不上 那个瞧不起的 总觉得自己是对的 周末夫妻的好处是什么呢 大部分时间你们各忙各的 各自发展 你不能断了他的圈子 那是他的人生 四十多岁的人了 到一个新的地方 再接到新的圈子 那不可能 尤其他的工作开车就一个人 平时没什么交集 最后心情不好的可能是他 你呢 在唐山发展得不错 回到老家 断了你的翅膀 那你回到老家 可能无处伸展 这对你也不利 周末夫妻就是 两人一段时间能在一起 而且距离不是很远 这样的话呢 彼此有个适应过程 咱再发展 不还得定期回回老家吗 毕竟好多朋友 亲属还在那 对吧 这边呢 也尝试着 来看看老婆 她的圈子 包括唐山 你也去了解了解 这样的话呢 你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走着走着 那你们如果觉得 都不错 再来决定会怎么样 那一下子就这样 包括孩子留学 其实也是一样 我也非常同意 上达老师的观点 留学无可厚非 那都是自己的选择 但是有一点呢 就是如果要通过透支 要通过几年的辛苦 这样的方式留学 我觉得还要深重一下 不见得国外的 就一定最好 一定是适合才是最好 还是那句话 如果说咱目前条件 没到那 要撑着往前走 压力在大的情况下 那矛盾就越多了 生活刚好一点 所以说呢 夫妻之间正好 多一点的交流 希望你们这个时候呢 要稍稍地回归一下家庭了 以前不一直没有关系 聊啊 相处啊 磨合呀 我觉得这个时候 是这么一个状态 好吧 刚才主持人问说 你两个孩子 是闺女还是儿子的时候 你说一样一个 这两个孩子 分别跟了你和他 他们的性格 人生价值观截然不同 的确是一样一个 我问男生一个问题啊 你觉得你老婆这三年 在唐山里面 辛苦吗 辛苦 你心疼她吗 也心疼过她 你有过实际的行动 去帮帮她吗 偶尔的时候 我也发展 我不是指偶尔的时候 其实你内心 迟迟不愿意来 也有一种自卑在作祟 对 你口口声声说 她一天到晚 先生美女穿名牌 的确是有些虚弱 但也映尘出了你内心 不敢接触那个世界 你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因为这层所谓的自卑 和格格不入 其实你缺失了 对妻子真正的关爱和心疼 我知道 我问一下妻子 虽然你总是说 你的先生不求上庭 情商低 你承不承认 他照顾你的母亲 照顾得很踏实 承认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他跟你一起过日子 你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你是因为思念吗 不是吧 或者有这个原因 但不完全是因为思念 有因为家庭完整的原因 但我觉得更多的原因 是希望他能够继续成为 你的贤内助 是 帮你照顾你妈 料理好孩子 你也许不要求他 能挣多少钱 希望他来帮助你 因为你已经把自己的能力 各方面的感觉 凌驾于他之上 否则的话 你对他说话的语气 不是那样 所以在我看来 只要生活在一起 彼此虽然说 工作变了 但在家里面的身份角色 还是跟我以前一样 那你还能过到一起 明白吗 就是你外面的工作 你怎么变没关系 但我回到家 我还是那个他 对他的态度 还是跟原来一样 我相信他就愿意过来 对 你说呢 你们好好地想一想 总而言之 不要为难了孩子 就这样 孩子去哪儿 其实都好说 就上个绩效也挺好的 学们手艺 留学当然也挺好的 所以人家说 对孩子最真正的爱 不因为他做出了 什么成绩也爱他 说他好和坏了 你们两个孩子 都在最重要的人生节骨眼 儿子初二 闺女高二 你们俩能不能 先把两个孩子的事 达成共识 然后再解决你们俩的事 可能就方便一点吧 是不是 你们俩是能把这件事 沟通了 或许在婚姻 或者叫情感当中 还能看到一些希望 行了 时间留给你们吧 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60秒 我通过几位老师 对咱俩的看法 我可以原谅你 我也希望你 能回到我的身边来 我为了孩子 我愿意退让一步 我尊重你的想法 我希望 你也有所改变 让孩子有个好的未来 所以说我希望 咱俩好好地过下去 我真心地 希望你能够有所改变 我还是希望 咱们有个完整的家 咱们看看爱的记忆 相当中藏着 怎样的爱的记忆吧 你放的鞋 对 他每天上班天天看着高跟鞋 看着他也太职业了 再说了 他个子高 我比他矮 想让他 脱一点 站着也舒服那样 给他买双平地鞋呀 是让他脚踏实地地 不要那个好高骛远的了 他穿着高跟鞋呀 确实不好看 穿着平地鞋以后 我俩走在一起也舒服一点 行 就是自己个爱 这算听明白了 您那是什么呀 我这个是一个药包 因为呀 他之前开货车呀 他出过一次车祸 然后他的脚有毛病 我就希望啊 他回到家的时候呢 能够泡泡脚 按摩一下 毕竟是家里的顶梁柱 然后在出车祸的时候呢 其实我也想过 我不应该要求他那么多 我感觉着那段时间 我就在想 不失便是得 只要他存在 我就觉得 家是一个完整的家 所以说 我不是说心里没有你 老婆的话 好好想想吧 请回吧 两位 谢谢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 下载抖音APP 拍摄分享你的情感故事 带话题 我要保卫爱 并爱他爱情保卫站 抖音官方账号 就有机会获得 图一老师的专属爱情解答 来吧 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 回哪儿过呀 是回老家过还是 回哪儿过呀 我愿意听那位老师的 先做周末夫妻 好 来 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一倍时提供的 深海纯净保湿套 和二十四小时保湿 实时透水嫩 来 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 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我真的希望像你这首 回家过咱们的平常的日子 现在我已经 有了自己的一片 一个市场了 然后我感觉我的发展 真的很有希望的 所以说在这方面 我希望你不要的 太为难我 好 谢谢你老婆 原谅我 抱一下 抱一下 好好抱一下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 了解下一队的机会